Hello 同学们 早安 我是叶老师 好 那么我们是星期 星期四 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 好 今天的日期呢 是2021年5月20日 2021年5月20日 同学们 你们现在要上的课是道德课 道德课 标题有 我吃有营养的食物 还有一个是 当口里含着食物时 我不说话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这两个标题 这两个标题呢 我们有在课堂上有讲过 书本我们有讲过 但是作业我们还没有做 所以今天老师再帮你们复习一轮这样子咯 好 我们来看 好 这是我们道德教育的课本 ok 拿出你道德教育的课本 好 那么我们翻开道德课本的第十页 第十页 ok 你们已经有日期了 对吗 有些同学已经写了日期 我吃我吃有营养的食物 这一页的标题是 我吃有营养的食物 我们看看图片中的这一个小男孩 我们看看图片中的这一个小男孩 他吃的有营养吗 有没有啊 他吃什么 这个是蛋 他吃蛋 吃鱼 还有蔬菜 他吃青菜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像是一种肉类 一种肉类或者餐蛋之类的 简单 对吗 ok 所以啊 他又有肉 有蛋 有菜 所以这一个算是营养吗 算是营养的食物吗 是的 小朋友 这个图片中的小男孩啊 他吃的非常有营养 什么是营养呢 营养就是吃了会对我们身体好的食物 ok 吃了会对身体好 吃了对身体啊 健康 ok 吃了会补充维他命 给我们身体所以补充蛋白质 这一些东西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强壮 这样不容易生病 好 我们来看看 现在来看看 营养的食物有哪些呢 好 有哪些是营养的食物 好 出现在你眼前的啊 有这么多食物 ok 这些啊 就是有营养的食物 有米饭 有面包 有蔬菜 有蛋 有cheese 有鱼啊 有蔬菜 有水果 有坚果 看到吗 右下角有坚 左下角这边有坚果 啊 你所有出现在你眼前啊 这些都是对我们人体呢 吃了会健康的 啊 所以让老师知道啊 这些东西啊 有时候并不好吃 对吗 啊 但是不好吃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是最有益的 啊 同学们 老师知道 可能你们喜欢吃蛋啊 啊 喜欢吃鱼啊 或者鸡肉啊 这些都是有营养的 但是吃不能过量 不能说我喜欢吃鸡蛋 我一天就吃五粒 十粒 这样子 不能够就不能够过量 就是不能够超过 知道吗 啊 我们要配蔬菜 水果 这样一起吃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这里啊 不营养的食物 刚刚我们看过有营养的 对吗 米饭啊 面包啊 蔬菜啊 水果啊 肉啊 这些都是有营养的 那么不营养的食物呢 哇 这是什么呢 不营养的食物啊 看起来啊 样样都美味 对吗 又有香肠 又有 hot dog 又有什么 哇 又有爆米花 又有蛋糕 又有冰淇淋 又有pizza 哇 好多东西都是好吃 对吗 薯条啊 这些啊 我们都很爱煎煎炸炸的东西 我们都很喜欢 对吗 对 它是非常好吃 用多多的油去炸过的东西啊 太美味了 ok 就是很好吃 啊 但是呢 它就是不怎么营养 因为它很油 这个食物很油 啊 对我们的身体 就是不怎么健康 ok 我们能吃 但是我们就少量 就不要吃多咯 啊 每次跟你们讲 可以吃吗 可以 但是不能吃多 少量 把它减少 这样子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太大的负担 吃进去我们的身体 啊 还能把它消化 就是这样咯 让我们喝多多水就能把它排泄 出来 出来 好吗 我们看看 这些都是没有营养的食物 也不是说一点营养都没有 但是呢 它是比较不营养的 比起刚刚营养的食物 ok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两个啊 你有看到一个是 good 啊 青色的是比good的嘛 哦 那个红色的是比no good 就是不好的 一个是好 一个是不好 啊 所以出现在你们眼前的就是这样子咯 good 的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食物 ok 有营养的食物 那么 no good 的 那个不好的 那个呢 就是不营养的 不营养 有冰淇淋耶 对吗 你们都很爱 对吗 薯条 快餐 KFC Mcdonald 这些都很好吃 对吗 能吃 但是我们选择少吃 好吗 给我们来看看有营养的呢 你看 有蔬菜啊 有水果啊 有肉类啊 这些坚果啊 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有营养的 好 这一个呢 在你眼前啊 你看到一个圆圆啊 假设呢 这个是你的一个盘子 ok 这个是你的一个盘子 圆圆的盘子 如果啊 你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给你的盘子的三个部分 你看 蔬菜和水果要沾最大的部分 看到吗 蔬菜和水果在下面 绿绿色那边 ok 它要吃的最多 意思是我们要吃的最多蔬菜还有水果 这样我们的身体才会变得强壮 有营养 ok 然后你看 米饭啊 面包啊 等等之类的 我们就分成一半的一半 看到吗 一半的一半 然后 肉类 啊 起司 乳酪 鸡蛋 这些也是一半的一半 所以 意思代表 我们要吃蔬菜水果 要吃的最多 米饭呢 就可以 你看 吃盘子的一半的一半就够了 然后不要大大碗买米饭 因为白米饭很甜 它的糖分很高 所以 我们也不要吃那么多 不要讲 哦 今天叶老师讲米饭不要吃这样多 妈咪 我们不要吃这么多 我们吃少少 就吃你普通的分量 就不要太多 ok 不要吃三碗 五碗 这样子 那个就是太多 如果你平时吃一碗的分量 那个就是正常的 ok 好 那么呢 这个是第二个标题了 第二个标题是 当我们口里含着食物时 我不说话 口里含着食物可以说话吗 我们不要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口里含着食物说话啊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看有什么后果 ok 这一个小女孩啊 跟她的妈妈在用餐 就是在吃饭 ok 她的妈妈啊 你看这个小女孩啊 一直在那边讲啊 你看她的食物 哇 好像喷出来了耶 ok 所以她的妈妈怎么样 手举起来 她妈妈摇摇手 说什么呢 说啊 当你口里含着食物的时候啊 不要说话 ok 她妈妈告诉她 不要说话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 嗯 这里旁边啊 这个告诉我们啊 吃饭时不说话 你吃饭时有说话吗 ok 你看这一个也是一样 哇 吃饭时啊 大说大笑 会呛着 啊 哪个人啊 在那边一边吃 一边讲笑 对不对 啊 等一下会怎么样 会呛着 就是会啃到 你们每次讲的哦 啃到 啊 你看这个小女孩 啊 如果你看到有人做这个动作啊 啊 就是代表啊 她可能被食物呛着她的喉咙了 所以我们要及时啊 啊 啊 教大人 教长辈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你吃鱼丸啊 吃肉丸啊 这些圆圆的东西的时候 ok 还有鱼骨 啊 吃鱼的时候还有鱼骨 还有什么嘛 还有你吃水果的葡萄 龙眼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食物 ok 因为它又滑 又 又 又圆 嗯 又滑又圆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啊 你看这个啊 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啊 一直讲话啊 你的那个米饭啊 会碰到别人的脸上啊 这样子是不礼貌啊 啊 你的米饭碰到别人的脸上 别人会喜欢吗 不会 对吗 如果有人把吃饭的时候把米饭不小心 碰到你的手啊 或者是沾到你的身体啊 你都会 哎呦 这么你这样的 对吗 啊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不要笑 不要大笑 不要讲话 ok 好的 这个是唱一唱 这个我们之前在版上有唱过一次了 你还记得吗 哦 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它用London British's Falling Down的音乐来唱的 ok ok 当你口里有食物 别说话 别说话 当你口里有食物 不要说话 你记得吗 英文版的嘞 Do not talk with your mouthful do not 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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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your mouthful when you're eating 好 接着下来呢 请你拿出这一个道德教育的作业二 作业 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道德作业的第10页 我们要看道德作业的第10页 好 请同学们写上日期圈圆圈 ok 写上日期 今天的日期 2021年5月20日 然后圈圆圈 今天学的标题有 我吃有营养的食物 好 那么这里呢 是指示 我们看一看 谁吃有营养的食物 把答案涂上颜色 ok 谁吃有营养的食物 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两个人 一个叫小胖 ok 这个名叫小胖 这个小女孩她吃她叫小胖 我们看看小胖的桌上有放着什么食物呢 ok 她的桌上有鱼 有蛋 还有蔬菜 那么小胖吃得健康吗 请问小朋友们 那么这一个人呢 她叫小胖 ok 小胖 ok 小胖吃什么啊 她手里拿着的是棒棒糖 对吗 ok 小胖拿着棒棒糖 然后坐上放着的是 啊 汉堡还有薯条 对了 汉堡还有薯条 所以你觉得呢 小朋友 是小胖吃得有营养还是小胖呢 在下面这里 把它人的名字涂上颜色 不是涂这个图片啊 下面的名字这里 啊 我们是小胖 她吃得非常的有营养 有鱼 有蛋 有蔬菜 那么小胖吃得有营养 小胖吃有营养的食物 ok 所以把这个小胖的名字涂上颜色就可以了 不是涂片 ok 小胖的名字 好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指示是把没有营养的食物画打擦 把没有营养啊 刚才我们看没有营养的食物是什么 好 我们第一个来看 好 第一个呢 这个是苹果 苹果有营养吗 它是属于水果 所以苹果是有营养的食物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是薯片 第二个图片是薯片 薯片它有营养吗 请问 它又咸又拿去炸 所以薯片是没有营养的 我们要画打擦 那么第三个是肉 肉类 肉是有营养的吗 是的 肉类是有营养的食物 好 下面 下面第一个是糖果 糖果是有营养的食物吗 请问 糖果甜甜的 能吃但是别太多 所以代表它是不营养的食物 没有营养 好 接下来这个是薯条 薯条有营养吗 薯条拿去炸 那多多油 所以能吃但是少吃的食物是没有营养 好 最后一个是鱼 最后一个是鱼 鱼 它也是肉类的一种 所以它很多蛋白质 所以它是有营养的食物 所以这里呢 没有营养的食物有三种 那就是薯片 糖果 还有一个是薯条 接着下来呢 我们看看的是第十一页 刚才做的是第十面 现在做的是第十一页 写上日期 圈圆圈 好 标题有 当口里含着食物时 我不说话 只是呢 有看图 把做的不对的小朋友画 打擦 看图就是下面有四个小朋友在吃东西 就是下面的这一颗图 然后呢 把做的不对的小朋友直接画 打擦 OK 我们看第一个人 哦 这个绑子小辫子的小女孩啊 她吃饭有在讲话吗 有 对吗 所以她做的对还是不对呢 做的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画 打擦 那第二个 短头发的小女生 她吃饭的时候静静的就在吃自己的饭 她没有说话 她做的对吗 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打擦 好 第三个 卷卷头发的小男生 哦 她吃饭的时候一样啊 她在跟那个绑辫子的小女孩 一直在那边讲话 一直讲 一直讲啊 你看她的嘴里的食物啊 一直往外喷啊 所以你看 她做的对吗 做的不对 她吃饭的时候讲话 扣里有食物的时候她说话了 所以她做的不对 那么我们看看最后一个小男生 她跟短头发的那个小女孩一样 她吃饭的时候并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的在吃自己的食物 所以她是对的 好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里 她说 莉莉做的对吗 把正确的答案涂上颜色 莉莉 谁是莉莉呢 就是这个人 啊 她做的对吗 你看莉莉 她吃饭的时候有讲话 对吗 她一直在那边 不知道跟哪一个旁边的小朋友 小金 讲什么东西 所以啊 她做的对还是不对呢 小朋友 她做的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不对 涂上颜色 OK 好 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里了 祝小朋友学习愉快 再见